早在西元1879年 日本吞并琉球群岛以后 就寄于钓鱼台猎语 1885年 一度想登岛勘察设立国标 因为当年9月6日 上海申报一则标题为 台岛警信的报道 提到台湾东北这海岛 尽有日本人 玄日齐于齐上 大有占据之势 让当时的日本外务卿 锦尚兴打了退堂鼓 日本第一个登岛利用钓鱼台的人 谷尔承上 谷尔承上当年也问了 说这个岛屿 是不是我们日本国的 日本的外相 锦尚兴回复的时候 用个密件 他当时的回复是说 不要动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讲动这个东西 恐召至日本跟清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问题 锦尚兴的回复就可以证明 我们所主张的就是 钓鱼台这地方 日本人也知道 这不是一个无主地 它是个无人岛 但是它绝对在历史上 它本来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外务卿锦尚兴在1885年10月21日 写给内务卿山县友棚的 清展38号密件中 还表示建立国标一事 当四株他日为宜 且均不要在官报及报纸接载 1892年1月27日 冲绳县之士顽刚玩耳 写信给海军大臣华山资计 表示钓鱼台列宇为调查未完成 且再次踏查之时机尚未来到 因此要求海军派遣海门舰 前往钓鱼台列宇实地调查 但是海军省以季节险恶为由 并未派遣 甲午战争开战前三个月 冲绳县之士奈良元帆 在1894年5月12日的密件中表示 自明治18年中 由琉球县属警部派出的调查以来 期间未再进行实地调查 这份密件是甲午战争于八月爆发前 明治政府最后一封关于钓鱼台列宇的文件 证明了1885年到1895年 明治政府根本没有再三实地调查 钓鱼台列宇 因此这份文件格外重要 所以日本要想强调钓鱼台 这是无主地 然后日本采取先战 这件事情在国际法上面 是没有办法成立的